有医师门诊发现 30多岁领先生健康检查时 发现有幽门感菌感染外 还有腰围超标血糖三酸肝油脂偏高的问题 同时也是代谢症候群的病人 我们本来认为这个糖尿病可能是万病之首 可是后来发现糖尿病之前 我们可以发现有代谢症候群 就还没有出现糖尿病的人 他可能腰围血压血糖血脂肪又有一些异常 这种代谢症候群的人可能有胰岛素主抗的问题 胰岛素就是体内来分解 来把血糖带到细胞的一个物件 胰岛素主抗就是指脂肪细胞肌肉细胞肝细胞 对正常的胰岛素浓度不能产生反应的情况 所以这些人就需要有更高浓度的胰岛素才能维持正常的血糖 但这跟我们肠胃科的关系呢 幽门感菌其实就比较熟悉 幽门感菌是多种胃菌的致病因子 包括胃发炎、胃溃疡 胃癌包括胃腺癌、胃磷发癌 但是也有一些跟胃以外的问题有关 比如说像缺铁性瓶血 像维他命维生素B12缺乏 或是像一种特别的血脚板低下 那最近有研究发现可能跟刚刚提到的代谢症候群 甚至胰岛素主抗也有关系 所以幽门感菌影响的除了胃以外还有胃以外的器官 胃以内的就包括像如果你有胃痛、消化不良 或是有胃发炎、胃溃疡 或是有胃癌的家族史 甚至你是家人有这个幽门感菌胃的问题 会建议你做这个幽门感菌的检查 另外就是刚刚提到 因为现在发现有一些胃以外的问题 也可能跟这个幽门感菌有关 所以如果有代谢症候群、胰岛素主抗 甚至慢性蕁麻疹这些问题 也可以考虑验一下幽门感菌 检测幽门感菌的方法呢 有抽血、呼气、粪便跟胃镜的切片 那胃镜的切片是比较侵入性的检查啦 所以可以先考虑做呼气或粪便 抽血的话因为有一些比较不准 所以就不要这么建议 最后这个是今天的主题 就是门诊看到说 幽门感菌的人常常也是代谢症候群的患者 当然这句话 其实不代表这两个问题是 谁是因谁是果啦 毕竟这两个问题都是很常见的 像幽门感菌可能有两成到三成的人都有 那代谢症候群也 最近40岁以上的统计 可能也有三成的人也都有代谢症候群 所以或许也只是一个巧合 不过呢你治疗幽门感菌 不会有太辛苦的过程 所以也是建议 如果有这个代谢症候群的人 可以除了饮食和运动 大家都耳熟能详之外 可以考虑进行幽门感菌的灭菌 那灭菌的话呢 就是杀菌的过程 会有抗生素跟子酸基 然后搭配组合来治疗 那灭菌后也要是确定 也没有成功 那如果说带感染 其实还是会有带感染的机会 所以还是要定期追踪 最后就是提醒大家 幽门感菌与多种疾病有关 除了胃的问题 当然大家最怕是胃癌 当然还有跟其他问题有关 那要注意环境食物的清洁 降低传染的机会 那幽门感菌可以造成 一些消化系统的症状 所以胃性的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至于这个今天讲到 代谢症候群的患者 除了运动饮食之外 可以考虑接受 幽门感菌的检测 降低幽门感菌的影响 幽门感菌是多种胃病的致病因子 从胃炎 胃溃疡 胃癌到胃淋巴癌 都证实与幽门感菌相关 缺血性贫瀉 维他命B12缺乏 也可能是幽门感菌造成的变化 那其实这个只是一个 在我们诊间的观察 那到底原因是什么很难界定 那毕竟这代谢症候群 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那幽门感菌也是很常见的问题 如果说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好好的检查看看 有没有幽门感菌 那个幽门感菌根除 也是一个对身体健康啊 或者是对大大环境有改善 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其实很难跟你说为什么啦 但是其实真的会影响 胃一定会影响到它 会造成发炎的情形 那发炎的情形 有些人会更严重变成溃疡 有些人甚至跟胃癌有关 还有一种是胃的淋巴癌有关系 这个的证据就比较明确了 那至于间接的这些营养的吸收啊 或是经过什么激转啊 为什么跟代谢症候群有关 其实还没有很明确的答案 因为其实我们会有一些过敏性的问题 也是有时候是透过一个过敏源 那过敏源的原因也有很多 有的是食物 所以会不会是这样有关系 也很难确定 那至少目前看起来 这做一些研究是有相关的 所以很难有办法知道 那最简单就是去检查啦 那检查的方式其实很多 而且也蛮准确的 像是奔便检查 或者是用这个吹气检查 如果你到有症状的话 会建议就直接用胃镜检查啦 比如说有上腹不舒服 上腹痛 脏气 那还建议胃镜检查会比较好 医师提醒 平时应注意环境及食物清洁 降低感染机会 有优门感菌患者 或者消化方面症状者 胃镜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 用来确认是否有其他相关病症 代谢症候群者也可以接受 优门感菌检测 用于血癌及大B细胞领巴癌治疗的 Carty细胞免疫治疗法 一号起纳入健保给付 健保署长石崇良 预估每年将有100名患者受惠 健保将采为期两年的暂时性支付 每位病患的药价高达819万元 预估健保每年需易住约8以元 那过去三年 每年在肃心领主持的 癌症论坛高峰会 我都煮小咖啡 但是那时候呢 我都跟黄主持人相望叹气 就是说这么昂贵的 我的细胞药物 健保真的肯给付吗 但是呢 我也来自慈悸 就是我们真人向人 一直勉励的 有变就有利 愿望有多大 力量就有多大 那这期间呢 我们两个学会呢 以及癌症希望基金会呢 也不停在署长耳朵旁边敲鞭骨 那终于咯 昨天10月1号 就是健保 10月1号 10月1号 就已经健保几副卡提了 就是提马拉这个产品 这个高科技的一个细胞产品 那真的是令人感恩 令人赞叹 我昨天晚上去看了一场电影 是为得胜导演 那么拍了一部 这个类似像纪录片的电影 叫做BIG 那这部电影是在描述六个 迷癌的小朋友 那么同住在癌症的病房里面 那么六个感动的故事 那这里面呢 当然我昨天手帕都湿了 真的是很感动 但是呢 中间有一位小女孩 她是主角之一 她很勇敢 她就是白血病的患者 她经过了化学治疗 几次的化学治疗 没有效果 也历经了骨髓移植 好不容易得到的骨髓移植 也经历了这些骨髓移植之后 的这些反应 但是最后骨髓移植失败了 所以她最后留下了遗憾 留下了给家里跟父母的遗憾 离开了 但是我就在想 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今天 那她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卡梯 这个卡梯可以为这个故事 创造C的篇章 所以我昨天就跟卫导讲 说如果你这个片子 下次再拍的时候 我们有卡梯 可能结果是不一样的 这个小女孩可以打败 这个白血病的恶魔 所以我要借这个记者会 第一个要先谢谢的是我们在座的所有各位 以及所有我们全国的同胞 因为大家出的健保费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去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真的是要谢谢大家 所以第一个要感谢的是我们所有缴了健保费的所有的台湾的民众 但是这个给付呢 我想第二个我要说的是这个给付不是简单的像一个药物这样 因为这个卡梯的治疗 它当然是带来了我刚刚提到的 有一些男子型的或独随移植失败的这些白血病 或者是弥漫性大细胞黎巴癌的这个病人 新的希望跟新的治疗 不错的一个结果 不过呢 它不是单纯像我们平常打抗生素 或者是打疫苗这么简单 那么它需要的是从采细胞的过程的 这整个环境跟流程需要确保它的品质跟安全 同时它还要经过运输 以目前来讲 它还需要送到国外去做细胞的培养 然后呢 它还要再送回到台湾 当然它要送回台湾 它只要确认这个细胞素是足够的活性 然后打到这个病人身体里面 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已经不是它原本自己的T细胞了 它是已经经过了编辑修饰过的T细胞 它当然具有杀癌的效果 但是它也会引起其他生理的反应 比如说像免疫风暴 所以它需要的是一个团队的照顾 它需要的是整个这个医疗的水准跟品质的提升 所以今天这个药物的给付 带来的是我们台湾的医疗水准 在往上提升的医疗 全台现有7家医院提供疗程 包含台大医院 台大医院癌医中心分院 林口长根医院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 台中荣仲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 花莲此籍医院 其实细胞治疗对于医疗团队来讲 也是一个挑战 那老实在讲并不是教育系练 并不是今天才开始做 其实远远在大概一年多之前 它一直包含在医院端 你必须有相当多医院行政的配合 其实然后还有包含人员的教育系练 其实我们就已经展开了 那为了这个卡地的治疗 其实大家知道卡地治疗 其实基本上必须把细胞从病人身上取出 那这个过程其实有点点像原料药的治疗 那大家可以想象 原料药假如它的规格是不行的话 你做出来的东西当然就不行 所以并不仅仅是training 而且医院需要经过相当严格的品质认证 那这件事情其实厂商也必须要来做认证 还有认证你做出来这个东西 其实符合他们的规格 它拿回去制造才有意义 不然大家可以想见这么一个昂贵的药物 它我从原料开始就是一个不合格的 其实你花了那么多的钱 对健保对病人对医院来讲都是一个浪费 所以早在一年多之前 其实各医院就开始陆陆续去 其实两个学会我们就开始 不管是个别或者是合办 已经有一系列的教育训练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要更强调的是 并不是医师自己一个人而已 还包含医师、药师 因为这个算是用药物来规范的 那另外一个它必须包含了细胞收集人员 护理师都要一起合作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要强调的是 这是一个多专客团队的合作 那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的医疗 讲产业好像有点连个 但是的确对医院的系统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一个challenge 那也像刚才书长跟他报告 他其实就是一个练兵 那他是在细胞治疗 你知道说其实书长从医师师开始 就一直相当注意细胞治疗 在整个医疗产业的发展 那challenge是一个最严谨的一个模式 如果这个严谨的模式 可以在我们的整个系统里面 运作成功的话 其实也代表其他的细胞治疗 也可以循着类似 或者是说有些修整的模式 能够让他在我们的医疗 对代表病人更多的一个好处 我想说这样子以来据统计 每一年会有将近100位的患者 能够受贿 不过你我都知道 这绝对不只是100个患者的受贿 而是100个家庭 那这也是癌症希望基金会 在过去21年来 我们长期的陪伴了众多的癌友家庭 我们真的是很高兴 可以不必再看到他们因病而穷的悲剧 同时也不会再看到 他们因为昂贵的这个治疗费用 只能够看着自己 看着家人生命被癌细胞慢慢的吞噬 而且我特别特别要感恩的是 我们在医疗前线的医护人员们 带给我们这么可敬性的一种尖端的医疗 而且我听说刚刚报告的 有北中南东全省四个区域的医疗院所 都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患者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患者呢 从此就可以不必在东跟西跑 拖着一个很疲惫的病体呢 去求医了 不过健保给付 CAR-T细胞免疫治疗 列为两年暂时性支付 期间会评估再决定 是否诊时支付 糖尿病友透过舞蹈表演 展现其心控堂 也能豁出缤纷人生 台湾基层糖尿病协会 举办2023世界糖尿病日 第二届长寿幸福杰出成就奖章 颁奖典礼 表扬长期勇敢面对糖尿病的病友 知名口琴音乐家张竹亭 10岁就读小学三年级时 就检查确诊为第一型糖尿病 已和糖尿病共处30年的他 认为糖尿病不可怕 就像其他慢性病一样 只要好好控制 日常生活也能与常人一样 台湾是一个美食天堂 真的很多东西都很好吃 然后那 我觉得控堂对于我来说 我到现在还是不断的 必须要一直缺席 然后因为有很多的东西 我们可能看得到的一些食物 他可能就是知道这些精致糖 或说有些淀粉碳水化合物之类的 我今天吃一块蛋糕 然后他我可能血糖会升高多少 我必须要用多少的胰岛素 去把它压下来 对就是去抓那个Balance就对了 因为我们是希望 血糖不要忽高忽低嘛 对然后那你说 当然有时候会不会有失准的时候 会当然会 那这时候就是 就是我们就稍微记起来 然后就是 哦下一次我在遇到差不多的分量 或差不多的食物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我胰岛素可以怎么样去做调整 华伯最近血糖不错呢 你再去吃什么 我喝牛奶 会破罗面包 会破罗面包 破罗面包太甜了啦 是哦 哎呦 夭壮啦 护理师 打胰岛素 不敢打啦 台湾基层糖尿病协会理事长李陶骏表示 台湾各类药物都有 但不少病友对药物存在错误观念 例如认为西药长期服用会伤身 且糖尿病照顾不一定要去大医院 基层诊所也能助糖友控制达标 健康维护跟所谓 就是说我们要宣导的是社会正向的力量 然后破除一些糖尿病的迷失 迷失就是说我们打针是个不好的东西 跟打毒药一样 或者是吃药会造成身体的不适 这些就是给一个正面的宣示 医疗整治刚刚提到这个各项品质支付计划 这个都有 而且现在有所谓的巷弄长道站 这个基层院所也可以执行哦 那还有什么 像领法健身俱乐部 这个也是 那甚至有所谓运动跟科技计划 所以在这里面做健康促进 这里面其实基层的角色也很重要 大家了解喔 糖尿病是过去几十年来 在翻译上面 大家到最后就觉得 这个其实好像怪怪的 有个尿质哦 其实所谓的糖尿病就是血糖膏而已 就是血糖膏嘛 那高血糖往往其实就是 不会单独的一个存在 那高血糖它其实会合并 并且高血压高血脂这些等等 这些共病一起存在 那可以好好地做所谓的 诊治可以好好做为维护 可以好好地有所谓的生活品质 台湾基层糖尿病协会 希望透过颁奖表扬 模范病友与照顾者 藉由真实案例分享 激励糖友们与家属们 正向面对疾病 倡导正确的照顾观念 依据最新卫生福利部110年 癌症登记报告 国人十大癌症发生排名出现不少变化 依序为肺癌 大肠癌 女性乳癌 肝癌 口腔癌 摄护腺癌 甲状腺癌 胃癌 皮肤癌及胰脏癌 与前一年相比肺癌与大肠癌蓄位互换 胰脏癌首度挤进前十名 那平均这个4分19秒是191 这个时间是跟这个去年的时间是一样 那就人数的部分 那大概是少了217人 所以在110人 癌症癌症癌症部分是12万1762人 那再来是我们特别看到 他的这个人分布的部分 如果是50岁以上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比较占大中文的课取 也就是50岁以上 他是占了这个八成上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数据 跟110年度的部分 癌症癌症的比较109的增的部分 增加比较多的部分 是以70到79人 那增加774人 那另外再减少的部分 是以50到这个60元 所以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比较这个明显 整理来讲 在110年度的这个新发生的 这个癌症癌症跟109人的相比 我们可以看到 那110年的新发生的 去是12万1762人 那相较109是少的 217人 就年龄的中位数来讲是64岁 那如果是男生部分是66岁 那女生部分是63岁 那初发生率部分 那有微增 那我们可以看到长期关注 他的这个年龄 高种化的一个发生率是呈现这个下降 那下降的幅度是这个相较前109人 那是下降每1054.8人 那在性别比的部分 男生会比较高一点 男生的发生率部分 是女生的这个一点以外 那长期这一次的长期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这几年在癌症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发生的情况 目前应该呈现比较上下震荡 这样的趋势的情况 那我们今年都相较10906在这个降低 那长期来看标准化死亡率 那有施纯先这个下降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是我们一个在各个癌症的一个 情形的一个这个趋势 那我想这个也是大家今天也会比较关切的部分 在110年的这个 癌症的一个发生人处的排名部分 那第一名的部分是肺癌 第二名是大强癌 那第三是女性股癌 第四名是肝癌 第五名是这个口腔癌 那先前大概这样的一个趋势来讲 那肺癌之年是这个第四的这个排名第一 那先前大概最早大概15年 我们大强癌是肺癌这个发生人区的第一 那在期前是肝癌的部分是13年第一 那这个部分我想后续会这样爽低到 后续这个趋势还是要再去做一个观测 不过我们可以注意到 大概这几癌症也是特别提醒的 美国的这边要特别警卷 所以包括这个第六到第十年的部分 限定是哪讲东西的未来互动 那这这样的一个表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呃除了刚提到的肺癌排名之外 呃跟大肠癌排名是误患的 那再来以胀癌一分前进一两的一次 那其他的排序跟事情排序是这个一样的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那在这个大肠癌肝癌 肠癌脚光线癌 胃胃癌跟皮肤癌状况下 是他的大肠癌的发生率是呈现下降的情况 那这个肺癌女性乳癌生肺癌 现在还可以上癌肺癌发生率是呈现这个 上升的一个情况 这个部分做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其中我也要特别说 我们有几个癌症 是相较平均的这个中胃数 64 所以会再早就是再早一点的 那之前可能是在50几岁发生 他的中胃数是50几岁 包括女性的这个乳癌部分 那口腔癌肺癌的一个部分 那假装腺癌的一个部分 再跟大家做出说明 那从男女的部分 在癌症别的部分 也有一些差异 在男生的部分 大概前几位是大肠癌肺癌跟口腔癌 那女性的部分是乳癌肺癌 跟所谓的这个大肠癌的一个分布 那男生对这个疲癌的人 疏通比女生多一点 那这也是在男生的这个 10大发生率的一个排名 那这个排序是其实是跟 呃去年度的排序是一样的 那大肠癌部分 已经在这个男性的部分 那残联这个12年这个低位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部分的一些癌症 那呈现下降的一个情况 刚刚大肠癌肺癌 这个口腔癌肝癌 是到胃癌 癌跟这个 尼巴癌 这边去呈现下降的一个情况 那再来是女生的部分 那女生的排序就是皮肤癌进一位 那胃癌退一位 那所以这个部分有先复壞 那再来就是尼巴癌部分 前进两个一次 那其他的排序是跟这个呃 之前的排序是一样 那女性乳癌部分 是残疊这个第19年的第一位 那我们也看到部分的这个 在女性的部分 在这个年度是有下降 包括大肠癌跟甲胺癌 肝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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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胃癌肝癌的部分 以及我们去年开办的这个肺癌肝癌 那这些肺癌肝也都是这个国际上 那还有国内实证资料 能够有效来这个早期发现 让早期治疗 因为早期的这个癌症症状 通常不是那么容易去被发现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肺癌 那透过刚刚特别提醒 有些一个新疾症 其实是NTB9 那还有这个蜜蜜痘 那还有这个饮食部分 还有包括这种药 做好自己的一个 这个体重管部分的息息相关 所以从预防成对齐的刷减案 可以有效来降与这个 癌症的一个发生或的事情 林立如表示 癌症登记实行了40年 肺癌成为首度第一名 推测原因可能是大肠癌人数下降 肺癌自发性筛减率提高 尤其肺癌近5年都呈现上升趋势 女性个案也变多 可能因为女性较主动关心健康 及早发现 所以也让肺癌篡升到第一位 此外 国健署推动高风险者低剂量 电脑断层筛减肺癌 其中8成5可早期发现 比起之前6成为第三第四期 险健筛减很重要 艺人沈士鹏李欣代言保肝活动 分享以前看到导播肝硬化 严重到最后因此离开人世 深知保肝的重要性 呼吁民众一定要做筛检 像我们平常啊 我们大家常会说 啊我的胃痛 我的肠痛 我哪里痛 我肚子痛 但你从来没有听过 啊我的肝痛 没有 对不对 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 肝是沉默的器官嘛 对 但你发现到 肝有问题的时候 那时候就大屌了 对 就回不了头了 是 对啊 就像我们最近 我们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些伙伴啊 嗯 然后就是 真的 对 就比如之前有一个导播 我们刚合作 蛮开心的 他刚杀完亲之后 没多久 他人就 走了 后来 就 离开了 对不起 肝病肝癌 然后这个导播上半年 还在拍我的戏 拍到五月沙青 结果 没过几个月 人就这样没了 我们真的很震撼 也很震撼 心痛 那你们在合作的过程 他没有一些什么迹象啊 完全没有 没有 每天 跟我们谈笑风生的 看起来就很健康的一个人 还有之前就是 我们有一个 认识一个大姐 他是卖茶叶的 对 然后前一两天 就跟他泡茶 隔两天 他朋友跟我说 他走了 我说 蛤 为什么 他说 猛爆性肝炎 这么 刹那间哦 对 非常突然 猛爆性肝炎 这样子突然两三天就走了 那很严重哦 是哦 对 那时候 后来我跟我老婆才意识到 肝是我们 最常被我们忽略的 一个气管 对 对 对我们平常会注意 啊自己胃 被照顾自己的胃 照顾自己的胃 没有想到照顾自己的肝 哇 对 所以今天呢 非常忠心 对 肝机会给我们这个机会来 担任我们的公益大使 对 然后认识大家也是我们的福气 让我们了解到 肝对我们的人来说有多重要 国际符伦全球奖助金 及台北正爱符伦社 筹募爱心善款 响应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推动的肝癌及 覆超筛检活动 在士林区台北国际双语学校 为士林区30岁以上的民众做免费的肝病抽血 癌症指数检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